上午台前练习再练习 最后一天的无量翼伐水授 可谓特别长 因为半数以上都是青年演艺之功 光看画面 你不会知道台下他们经历了什么 有加这边三场啊 加这边四场 加这边三场 在略显局处的休息时等待 苦了累了又玩笑调味一下 这些年轻演艺之功 因为无量翼伐水授 舞台上的三小时 要接受台下数个月来的魔鬼训练 练得一双腿都快变成木头 你先来 你说这样的时候会变这样 因为骨盆 他把骨盆拉开 台上整齐划衣 但这些动作连续好几场操下来 很多人都是上半身装严 下半身强撑镇定 防信 因为我们周六已经有演练过了 所以已经大概知道会有哪些地方会痠痛什么的 平日都在视野路上各自忙碌的彼此 因为无量翼伐水送才有这慈祭世代传承的画面 大概是演员生涯累积的续航力 让慈祭志工习满宁跟这群年轻人无话不说 念书还可以有一个公益学分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们还是请假来 这个让人很 觉得很开心 他们对于对的事情 美好的事情 接受度很高 很多人都是首次站上演的舞台 好比这位陈思瑜 他26岁 但高中起他学的入门动作 直到今天为了首剧的演出 从记忆中翻出来 都还很亲切 智慧 然后深入 众生根 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树根的概念 有点像是要扎根 然后不论是教育 还是在未来的慈祭志业 思达志业里面都是要扎根 然后因为时光上好像说 就是如果要反转人生的话 要从教育做起 原来佛法就是这么 不知不觉的内化 成为修行的养分 像遇到一些挫折 或是像我现在刚实习 然后遇到一些 比较困境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一些 就是这些经文的存在 然后就会去 从这些经文中去思考 这入场前的最后一分钟 不只是三小时的演出 也是一个月 这个月何可能关乎一辈子 他们是要成就 此季的志业 另外要感恩一群青年志工 所组成的慈忧鼓队 挥洒青春的汗水 收获感动的目光 跟如雷的掌声 摩剑树月 在最后一关 验收大放一彩 这是极于修佛之路上 苦心孤意的自己 一个最大的鼓励 大海新闻 王以前检员级李建宽 台北报道 四天十场的北区 无量业法水送圆满落幕 但是相信 林生法会一定会久久 作成 有请参照